中国选手沙伊兰抱起老外 重重地摔在地上一顿狂暴输出 对手被打得不省人士 沙伊兰为何会如此生气 只因在此前对战巴西汉将罗德里格斯时 扬言要用巴西柔术所晕中国选手 结果上了擂台后 被中国选手一拳击倒 压制在龙网边 瞄准脑袋一顿重拳狂砸 持续地轰炸丝毫不停 直接打得口鼻喷血十分狼狈 他的拳管师弟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 于是主动来华点名要打沙伊兰 为师哥报仇血恨 这个家伙名叫罗德里格 来自于日本 沙伊兰丝毫不惧霸气迎战 沙伊兰是我国哈萨克族勇士 上了擂台后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面对老外丝毫不会留情面 从小在草原上长大 十分擅长摔跤的他 凭借地面压制技术终结不少对手 成为中国综合格斗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 他的比赛充满激情 总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今天面对日本选手挑战 沙伊兰势必要在擂台上 暴揍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 就连举牌宝贝都满脸灿烂的笑容 迫不及待地想看沙伊兰打小日子 比赛开始后 日本选手就率先使出前踢试探 沙伊兰则是前手拳反击 紧接着上前压制 日本选手非常生气 不停地用腿法控制距离 沙伊兰后撤时突然打出一记百拳 日本选手下前躲开后 立马搂抱防守 沙伊兰凭借着强悍的身体力量 成功地挣脱了出来 日本选手害怕沙伊兰的拳法 竟然躺在地上耍起了赖皮 裁判健壮上前叫起起身 重新回到战力拼拳 比赛继续进行 沙伊兰主动上前逼近 对手就是后撤游走 日本选手突然冲上去 打出刺拳攻击 结果重心不稳险些倒地 日本选手健壮赶紧盘坐在身上 不料被沙伊兰抓住机会 抡起重拳瞄准脑袋狂砸 这一波狂暴的地面杂击 日本选手被打得半死不活 躺在龙网边一动不动 眼神涣散 明显感觉脑子被打坏了 最终沙伊兰凭借拳法的精湛 成功将日本选手KO 获得了比赛胜利 这一战沙伊兰打得威猛炫酷 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沙伊兰好样的 为中国力量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